第四季节目 我还同一次见到人把尸体从城外往城里送 这是要送到哪儿去啊 我们是要先赶回家中去做法事 然后再送到城外去下葬 我见你们一家个个相貌不凡 不像寻常反省 多谢大人夸奖 你是死者什么人哪 他是那个我的 我没问你 开关 是 挺年轻的 怪可惜的 是不是啊 原非娘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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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豪的拜见原非娘娘 赵大海 没错 没错 快走 快 废大海 我得告诉你个好消息 clean 到 opportunities 这原家的种种情形 还跟昨天一样 小宝 你娘啊 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生的女 舅舅还帮忙接生呢 怎么那么破呀 我们会把它收拾干净的 等你登基当了皇帝 这儿马上就会恢复 昔日的热闹了 我能当皇帝吗 能 肯定了 舅舅可就靠你了 把桌子放好放平 那个上面是不是要擦一下 你那边 好 那个多宝盒也擦一下 好 那个镜子 是 还有凳子也是 那边 好 多谢师傅 国舅您太客气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 快 我 培养 来 来 我们 走 去吧 我们 来 我呀 我 小心哪 娘娘 夫人 你们别想歪了 是大海 她 她从天上摔下来 所以我 我在 赵公子 休息一会儿 用点水果再说吧 好好好 吃点水果也好 肚子有点饿了 请 娘娘 请坐 请用茶吧 谢谢 用茶吧 真不知道怎么感激你才好 赵公子 你的所作所为 我们会铭记在心的 不用谢她了 等大海保护小太子 顺利登基之后 再来报答她也不迟啊 届时娘娘定会重重犒赏 不敢 不敢 再向舍身护主 望不入使命 不过 这事得计划周向了 赵公子 我不愿你为我们母子俩 有任何闪失 这娘娘放心 就在我心里呢 已经有一个 很好很好的计划了 我想一个人 先潜入宫中 然后设法找到皇上 等见到皇上之后呢 拿到皇上 召告天下众臣 和那个小太子 继承的圣域 有了那个圣域之后 我就可以召集 众多的锦衣卫 还有众臣 去亲临元府 然后呢 去迎接小太子 还有娘娘回宫 但这计划不知道 能不能成功 如果失败的话呢 你们就不用理我 你们逃命就可以了 让严相公 跟你一道去吧 好有个照应 不不 要牺牺牲牺牲牲我 一个人就可以了 我陪你去 反正我正在修炼 独门功夫 说不定有用处啊 等你的武功练好 再说吧 你在我身边 爱手爱脚呢 我怎么对付 那个凤圣夫人 这一次你准备 怎么对付魏总管 和凤圣夫人呢 这凤圣夫人呢 是魏总管的拼头 她现在对我 千衣百顺 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就拿她来当人质 你该不会在必要的时候 跟她上床吧 这个时候你别乱吃素好吗 谁在吃你们的醋啊 赵公子 在你为我们走这一趟之前 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赵公子 我们都当你是自家人了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好了 在下请求娘娘和夫人 把沈湘姑娘 赐回给在下 不 在下对 对沈姑娘的一片痴心 苍天可见 请求娘娘夫人成全 在下死也名没 赵公子 你快请起 这事还得问问 沈姑娘的意思 沈姑娘 不知你意下如何 沈姑娘 既然赵公子对你一往情深 你就让娘娘为你做主吧 不不不 沈姑娘 这是你的终身大事 你 沈姑娘 沈姑娘 香 元香口 香香 香 走 走 她们两个又是怎么回事 赵公子向我们提亲了 提亲 提亲 听谁的气呢 你说谁的 哦哦 沈姑娘 沈姑娘不是说 她要去做尼姑了吗 你当她说真的啊你 那你们答应她了 沈姑娘不答应 我们哪敢答应 就是她答应了 你们也不许答应 为什么 我看赵公子越来越顺眼 如今大汉这一走 就几个月没音讯 总不能让沈姑娘 为她守火果吧 我只替我兄弟说话 大汉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总有一天总有一天 到哪一天啊 不成 我总觉得赵大海这个人 有点不对劲 你对她有成见 妹妹 你说呢 得看沈姑娘自个儿的意思了 这事不急 一定要拖到妹妹和小宝 安全入宫以后再说 你别忘了 这事还得靠赵公子 冒着生命危险帮咱们 如今在这节骨眼上 她提出了求婚的要求 若是我们不答应 她还会为我们卖命 她会不会觉得我们无情无义呢 不 我和小宝回宫的事 还得看天意 不能难为人家 想想 你闭关的时候 大汉弃你而去 只有我一个 只有我一个人在外面守候着你 我们打小就认识 还有过婚约 谁叫你后来 太让我伤心了 不不 那是以前的我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相信 你现在的感觉啊 感觉算什么啊 你寂寞的时候对我有感觉 等你不寂寞的时候 你又对我没感觉 感觉对你来说 就跟个屁一样 虚无缥缈 啊 屁 感觉会随着时间 环境 心情 跟周遭的人而改变 但是感情就不同了 是一生一世 至死不渝的 完全不受时间 环境 心情 跟周围的人改变 就跟大汉 跟袁相公的兄弟之情 像袁相公 跟袁夫人的夫妻之情 还有柳如烟 对大汉的痴情 对不对 你就当她死了 当她死了 不就好了吗 说不定啊 她现在正躺在 柳如烟的怀里 哎 你没看啊 她打了柳如烟 那个痛苦的 那个难过的样子 多难看啊 她为什么 气你而去 不告而别 你不明白吗 其实很简单 她不是为你 她是去找柳如烟 我告诉过你了 等我护送小太子 回宫继位 我就会立刻 回昭德寺去剃度出家 我这辈子 你嫁了几次都嫁不掉 干脆此行当尼姑算了 我跟你说 你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 都不是当尼姑的料啊 哦 当尼姑还要有什么料啊 啊 那你给我加点豆腐 加点蒜苗好了 哎 就算你加了辣椒跟洋葱 也不是当尼姑的料 人家当尼姑是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一定是你 大喊回来了 大喊回来了 我跟你说啊 就算你把脑袋旁边的毛 全部都刮光了 你的脑袋还是一样的 是你呀 这大清早的 姑娘还没起床呢 嗯 如烟姑娘呢 自从上回 你跟着沈香 那个扫把星来 找过大汉跟如烟 是怎么把我们如烟 给得罪了 害得她失踪了一阵子 到回来的时候 身上又是病又是伤的 躺了又个把月了 到现在还没好呢 你们就别惹她了 那大汉呢 如烟姑娘生病 她没来看她 大汉留了赎身的钱 说是要赎如烟 如烟没答应 大汉说她还会再来的 这回你该死心了吧 我不会死心的 大汉不在我这儿 你来干嘛 我知道她来过的 这儿是妓院 我是妓女 男人进进出出地 我办完事就走 她也一样 你别这么说嘛 大汉她是逼不得已 才会打伤你的 其实她内疚得不得了 在你离开昭德寺之后 她也就不告而别了 所以我猜她是来找你 你是来找她 找她回去的吧 不是 不是 我是 我是 是 如烟姑娘 我想要好好跟你谈一谈 然后 我才能够死心塌地的 你才能死心塌地的 做什么 嫁给赵大汉 我想请你告诉大汉 你就说 请她不要怪我 别做傻事 不是 是我发现 发现她爱的只有你一个 傻话 你一直都知道 她根本就不爱我 她爱的是你 那她为什么 你不要以为大汉能同时 爱上两个女人 我跟你这两个女人 在她的心里 是有差别的 什么差别 在我开包的第二天 她就来了 从此每逢她护完一次镖 就一定上我这儿来 给我和妈妈 带来各地的珍奇玩意儿和零食 有时候会待上几天 躺在我的床上 给我讲种种的惊险故事 就这样 一晃几年 每当她离去的时候 我就等着她 旁的客人 只能买到我的肖 却买不到我的身 我守着她 就像一个妻子 守着她的丈夫一样 直到你的出现 我才大梦初醒 原来她对我的感情 只是一个丈夫 对她的妻子 已经没有情爱 只剩下情意 原相公也是这么说的 她说大汉对我是情 对你是义 可是感情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 也许如今 是会随时间改变 如今大汉对我 连个义字都谈不上 就像一个丈夫 抛不开她解法多年的妻子 充其量 只算是情意吧 她的心 她的爱 她的情 都缠绕在外面 那个女人的身上 你 你是怨大汉 对你不专情 虽然她有两个女人 但她爱的却是你 只有你 怎么能说她不专情呢 就像是 如果我有两个男人 我把我爱的那个藏在心底 而嫁给另外一个男人 只是为了成就为国为民的大业 我还是专情的 只不过应了袁相公所说的 为大爱而牺牲小爱吧 不 经过这件事情 我想通了 还是不专情的好 落到最后 死的 伤的 都是些专情的傻子 我这回再回阮玉楼啊 管她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想玩我 就得出得起价钱 就连大汉 也是一家的 哎 谈得怎么样了 你希望我何时嫁给你 既然答应了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可是我有两个条件 现在答应了 比如说两个条件 就算两百个条件 我都能接受 一不行礼 二不行房 一不行礼 二不行房 那叫什么呀 哎 不行礼 是因为我已经出嫁过好几次 没有一次嫁成功 好 这 这都能依你 但是不行房 这算什么价嘛 不行房 是因为只有冰清玉洁的女子 才能够修炼那绝世武功 哦 如果你不愿意等我 那就算了 不不不 我能等啊 但是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老的时候 等我不能用的话 你会后悔的 不会的 我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哦 什么秘密 你赶快说呀 我师父啊 其实已经九十几岁 就是因为练了这个武功 哇 只要你这么说 你会把这个武功传授给我喽 你等我练成再说吧 这 这 这不行啊 我躺他一个大男人 你说成亲不拜堂 这这我还能接受 如果东方不行房 被人家知道 会笑话我是个小太监 那我们就不要告诉别人嘛 嘿嘿嘿 我是宁命吃饱了没事 告诉别人啊 那随便你喽 反正我只有这两个条件 啊 好吧好吧 为了证明 表示我爱你 我就 我就接受你唯一这两个条件 那我在潜入宫中之前 我们就成亲好吗 沈姑娘 你在这里干什么 该不会是跳舞吧 不是 我只是在这儿想一些事情 哦 哎哎哎 要是嫁给赵大海的事 想都不要想 提都不用提 我敢拿我袁红道的脑袋打包票 大海这个好兄弟 他不管现在在哪儿 他将来去什么地方 他心里都是惦记着你的 不定哪天哪 他挡不住相思苦了 爬也会爬到你身边来的 呃 袁相公 啊 我想问你一件事 问问问 除了你夫人 你难道没有想过别的女人 呃 这 这是你嫂子让你来问我的吧 不是 是我自己想问的 那你没说问这个干什么 你就回答我嘛 呃 这你让我怎么说呢 哎 你知道 我袁红道从来不说假话的 哦 哎 那就是有咯 他只要是男人 他不想才怪 但是想归想 不一定会带回家哟 只要是心里面想 就是背叛袁夫人 哎 我这话还没讲完嘛 哼 我还以为你对袁夫人情深义重 从义而终 没有想到那也只是个表面 哎 算了吧 既然如此 我又何必对某一个男人守身如玉 一厢情愿的呢 哎 你到底要说什么啊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哎 我作为一个见过世面 又是很正常的男人 对你嫂子就够忠心的了 嗯 为什么女人就要这么专气 你这么可怜 好像我 好像柳如爷 好像我娘 哎呀 怎么怎么连你娘都扯出来了 你知道吗 我娘这辈子只有我爹一个男人 嫁给我爹之后 我爹又娶了二爷娘三爷娘进门 外面还不知道有多少 我娘除了吃斋念佛 她还能够做什么呢 哎 哎 你提到你娘啊 哎 这我就好实话跟你说了 一个女人 当嫁给男人做老婆以后 立刻会从女人变成他娘 从前的花钱月下 就会变成柴米油盐酱醋茶 从前的说不完的绵绵情话呢 都会变成了鸡同鸭讲 天底下没有一个男人 愿意娶个老娘当女人的 啊 老娘既然不能跑 就只好到外面去找女人了 那么 大汉对如燕姑娘呢 哎 如燕姑娘 当然是他娘 哎 大汉怎么能够忍受得了 一个娘老拐着她 老唠叨她呢 嗯 那么 她对我呢 哎呀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大汉从小 无父无母 无名无姓 她是需要母爱的 如燕姑娘对她来讲 与其说是碰到了第一个女子 不如讲呢 她是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娘 可是 我发现 那次她无语当中救了你以后 她是真的不需要一个娘了 她是要你这样一个小女子的大男人 当真不是你嫂子让你爱透我的话 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想什么 知道什么 你到底要做什么 主持啊 你明早能否在回昭的寺之前 再和沈香姑娘好好谈谈 我发现 她最近老是怪怪的 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问她是不是因为大汉 她说不是 我怀疑 她是因为练那个功夫 把脑子给练坏了 国舅请放心 她不会有事的 师父 请你原谅我 我原本想要顿入空门 专心洗衣 可是后来我想到我娘 我娘她为了忘却我爹对她的不忠 为了忘却她心底的痛处 这日与世隔绝 痴斩念疯 可是她真的忘得了吗 她无法原谅令尊 而你呢 经过了这么多事 现在回头想 我忽然有点同情我爹 打从我懂事开始 我老觉得我爹跟我娘 只是尽夫妻的义务 我娘老是忙着孩子 忙着家庭 忙着客人 忙着家里的下人 我爹有她衣食无鱼 可是在我娘心里 一定觉得很寂寞 就一个女人来说 我娘真的很无趣 就一个老婆来说 她又做错了什么 要受这样的折磨跟惩罚呢 这就是红尘 人在江湖既然身不由己 索性就做江湖中人 人在红尘 想要看破红尘 只有先做红尘中人 过空 你慢慢长大了 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总有一天你会看透的 好 弄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 我只是想告诉你 在我们安排 原非和小太子进宫之前 我一定有办法 把沈香弄到手 你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干吗那么神气 现在沈香好不容易 点头答应跟我动房 你知道吗 我对她就有如探囊取悟 臭声 什么你跟她入动房啊 我们是跟你本报过了吗 放开 只要她一答应跟我动房 我就可以得到那武功秘笈 只要得到武功秘笈 天下就属于我们的了 一样的参加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 魏宗官 小太子 还有原非 全部都干掉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阻拦得了我 你不会背叛我 你不会背叛我 我哪有这么大的胆子 既然如此 那我就要你跟她入动房的时候 然后 脑子里 想的都是我 想的都是我 我没有你 我情愿不惜 我情愿不愿意 魏总管 你醒醒 我想问你 你说要用崔神大法 控制住沈湘的丫头 你早上什么时候动手啊 请问你 想想 历经这么多年的患难 我们现在终于 可以成为连离 虽然没有正式的拜堂 也没有用大花轿 来引你进门 总 总之我觉得 对你十分的亏欠 但这都是你定下的条件 为了表示我爱你 做一切都依你 其实这么久以来 我感觉到很痛苦矛盾 因为此去呢 说不定就会壮烈成人 但我又不希望 你嫁给我之后 成为一个寡妇 甚至留下一个余父子 可是我又不想不娶你 然后静悄悄地离开你 但是如果这样做 我会感到不枉此生 还 还好你想到 一个这么好的方法 虽然我们是 无名无实的夫妻 但是至少让我 达成一个心愿 就算我真的壮烈牺牲 你还可以保持你的完毕之身 嫁给别人 大海 我会等你的 我不会再嫁的 实在是时间太急了 如果能再多给我点时间 也许我能够重新再像以前 一样地对你 来不及 已经来不及了 万一我死去真的是 你别这么说 你走了之后 我会每天为你焚香助导 求菩萨保佑你的 我不希望菩萨来救我 我只希望你能 达成我一个心愿 这样我死也瞑目了 你不用老提死也瞑目嘛 你要我成全你什么心愿 你说就是了 做一对无命无神的夫妻 不省房可以 但抱着睡觉可以吧 啊 什么 你答不答应 现在 太早了吧 对啊 我平日每天都有睡 睡午觉的习惯 你 哎呀 你睡午觉就睡午觉 干嘛拢着我 你 我想到如果我 壮壮烈成人的那一刻 我曾经跟你睡过一大觉 我死也瞑目了 我叫你不准提那四个字 你现在又提 好了不提了 我死也瞑目了 死也瞑目了 死也瞑目了 我死也瞑目了 不要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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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你了 可是你不可以叫我脱衣服 我脱我 我脱我的 你不要管我 你不要脱 我脱就行了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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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要把东厂的人都引来吗 是我叫锦儿放的 沈姑娘嫁给赵公子 既不请客又不行礼 放个鞭炮热闹热闹 那沈姑娘了 已经跟赵公子入洞房了 什么 大白天入洞房 不知道 赵公子好像很齐的样子 他们提前入洞房 为什么不通知伟盛 他们入洞房 你知道什么齐啊 为什么要通知你啊 完了完了 烈女碰蝉狼 这下可完了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你还以为亲嘴就可以生孩子了 你不要再提以前的事情了啦 那你现在知道 亲嘴不会生孩子了吧 当然知道 你知道的话 那就让我亲一下 也不会怎么样嘛 你别想得寸进尺啊 来来来亲一下嘛 也不会怎么样啊 快快快 你不亲我也不会怎么样 不亲 我会死不瞑目 你不会 我会死不瞑目 你不会你不会你不会 我会死不瞑目的 你根本就不想睡觉 那我们就起来 等等等等等 如果你不能承权我的话 我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快快快 来来来 你 你 你答应过我的 你 你 你答应过我两个条件的 我是答应你的 不行你不信房 只能亲一下不会怎么样 你 你小姐我喊救命啊 这救什么 你答应过不让人家知道 我们是名不符合的夫妻 但是你不能不处信用啊 你 你放开我啊 这不是赵德斯那天晚上 不是 这是我娘给我的护身符 那 我们已经成了夫妻了 你还有事要瞒着我啊 不是啦 这个真的不是什么啊 你 这会不会是大汉送给的定情 不是 怪不得你不肯让我这样那样了 原来也是给我带绿头巾啊 你 你胡说 我 我这样的任务一定会失败的 我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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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公子 小姑娘 你二位都脚下来了 嘘 嘘 嘘 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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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 你 小公子 你, 你二位都脚下来了 嘘 嘘 嘘 哎呀 活蛋一家老小 给你们来 闹洞房来了 哈哈 哎呀 看样子有人闹过了呀 这 这府里没有旁人来啊 是啊 莫非是东厂的 沈姑娘 你没事吧 沈姑娘 你没事吧 袁相公 我们自己已经闹过洞房了 不用劳驾您了 您可以请吧 结官乃人生大事 岂能如此草率 来来来 一家大侠快进来啊 好好给他们热闹热闹 祝你们找圣贵子来 让这两个小庄丁给你们压压丑 来过来 等赵公子使命成功了 在天贵子也不迟 说得也是啊 您的好意呢 我跟香香都心领了 我是有任务在身 所以呢 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好好好 岂能如此简单地就饶过你 来 快坐快坐 来来来 对对对 我们来玩什么游戏好呢 袁相公 借你的鞋子用一下 什么 要借我的鞋子 锦儿拿酒来 来了来了 好好好 快点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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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好 哎 喝了它 什么 叫 叫我拿这玩意喝酒 我看人家闹洞房 都是这么闹的啊 这臭鞋我拿来喝酒 你休想 这袁相公的靴子 一定是干净的 对对对对对 你放心 我是每天都洗脚的 不 但是人家新婚的 都是倒在新娘的鞋子里 倒在这里面 哎呀 我的鞋子太小了 你喝起来不痛快 春宵一刻值千金 如果你真爱我的话 就赶快喝下去 来来来来 我们为新郎官加油 好 好 来啦 新郎官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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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 加油 谢谢各位的厚爱 好 你真有种哎 接下来呢 哎 好酒 这就真好 哎 来 嗯 差不多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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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哎 哎 怎么好意思呢 好 一人喝一半啊 我先喝 然后赶你喝 不 你先喝 然后赶我喝 你先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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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了 开手 开手 我 带着啊 好酒量啊 好爱好爱 你喝吧 好爱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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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宝 阿忠 娘 这么晚了 你们还上哪儿去啊 我们闹洞房去了啊 好好玩哦 不然叫我先把他们两个送回来睡觉 相公还在闹洞房呢 也不知道闹到什么时候 我得去伺候着了 去吧 大人闹洞房 你们两个小孩闹什么洞房 舅舅拿靴子倒酒喝 拿靴子倒酒喝 给谁喝啊 舅舅他自己喝 你舅舅八成是最糊涂了 不然怎么会拿靴子倒酒给自己喝呢 啊 嗯 啊 啊 哎 怎么了 阿珠你别哭 怎么了 你看见什么了 啊 啊 外面什么都没有啊 不要开门 乖乖 别怕啊 刚才啊 你看 这树枝的影子 你要不信啊 我开门让你瞧瞧好吗 你看 你看 外头什么都没有嘛 你看看 有东西吗 你看看 这边 那边都没有了 好了 别哭了 安心了 不要哭了 乖乖 你们两个都回去睡觉 好了好了 你不能再喝了 我还要喝 什么鞋子 这是我的酒杯啊 好了 你别闹了 我还有话要跟他们说 走开 走开 他们说话 我要跟他们说 走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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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他们说 走开走 沈姑娘 什么同意殿下 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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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走 林相公 沈姑娘 我要跟你说 大汉 她总有一天 是要回来的 好了 别闹了 别闹了 喂 什么 大汉 今天是我豆腐芳花竹业 什么是你的豆芳花竹业 我这一群是替大汉打的 几年 快来快来 把汤拉出去 沈姑娘 真对不起 对不起了 沈姑娘 没对不起 好 神 anthropology 是 我是 是 今天是你的洞房花烛夜里 新郎应该是大汉 可是大汉又到哪里去 大汉到哪里去了 他现在正在阮玉楼柳炎的房间里 睡在柳炎的床上 他心里早就没有你 他心里早就没有你 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受这样的惩罚跟折磨 娘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受这样的惩罚跟折磨 梦碧有你我情人不息 我爱美醉 我爱能喝 大汉 究竟只能帮你打一时 不可能帮你打一世 我 我可能每天都帮赵打海放饭啊 要再不回来 沈姑娘 想个姓赵的玩儿 哪个怪不了我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我再来一边 喝 你别闹了 什么声音 我去看看 沈姑娘还在自个儿闹洞房呢 哪有闹洞房还闹到外面来的 把她扶进来 这沈姑娘 她也喝碎了 你去看看她 把她扶到房里去 是 沈姑娘 锦儿 你没事吧